接下来我们来看到中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 在星期一抵达澳门展开三天的视察工作 这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在今年首次到澳门访问 有媒体报道澳门当局采取了严密的保安措施 而在澳门的民主派人士则表示 他们将向张德江来传递民主的诉求 我们下面通过电话连线邀请澳门的民主派人士 新澳门学社理事长郑明轩来说明有关情况 郑先生您好 你好大家好 是我们知道张德江他这次访问澳门 很有意思在中国的官方还有官媒 没有什么样的提到这样的一个报道 您个人认为张德江这次到澳门的主要目的是什么 这和澳门9月份即将举行的立法会换届选举 有没有关系呢 我自己不愿意去猜测到到底是为什么 老实讲的如果他是要来听谁跟他会报 或者说他要掌握澳门的情话的话 中央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管道可以做 所以领导人来澳门的话当然是一个礼貌性值比较多 而且如果真的要像他自己说的要看一看澳门真实的状况的话 其实澳门政府现在这样子的保安措施 他根本什么都看不到 所以我其实真的看得出来他到底要干什么 是您刚刚提到这样的一个保安措施 我们知道报道说澳门当局部署了大批警力加强保安和布防 跟我们仔细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另外就是作为民主派的人士 你们在这方面有没有意思可能发起什么样的活动 来向张德江传达你们的声音呢 各往一样 就澳门政府对于这样子的事情是非常紧张 然后就各种各样的交通的管制 然后临时的措施 也让市民是非常的困扰 而且就大家也会发现说 搞这么多东西 其实好像对澳门 对中央理解澳门的状况 其实是有限的 就最简单来讲 我们对于交通的问题是不分政治立场的人 都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 但领导人来澳门 他非但没有体会到这样的事情 也当然特首也没有讲 但他更为大家带来更大的交通的麻烦 这样子大家就觉得到底他来是为了什么呢 那民主派在这个事情上面 我有什么样的活动要对他发生呢 那我们今天就去了澳门的立法会 要求转达到特首跟委员长 就是澳门的人民需要普选 需要更大的民主的诉求 理论上澳门自己的政治的发展 应该掌握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但是因为人大解释了法律以后 那加入了人大确认这程序 所以我们必须要把人大的角色也考虑进来 所以我们决定在今天就对 当然加上澳门人讲 表达澳门人是需要普选立法会 普选行长官来改变澳门现在的结构上的矛盾 而且大部分的澳门人没有分享到政治权利的这个问题 好的 我们非常感谢这是新澳门学社的理事长 郑明轩先生接受美国经营的访问